徐勇明委員 接著請徐勇明委員 謝謝主席,是不是有請我們被提名人 謝謝被提名人 我這邊先談一個事,就是關於時代力量問卷這個事 我跟你報告,其實上次審查司法院正副院長的時候 如果你有幸通過,也會變成未來你的院長和副院長 其實他們也有回答我們的書面問卷 這沒有違反這個所謂同意權審查的問題 我想這邊先提醒你 那第二個是說,其實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其實有個部分蠻有趣的 就是說你的經歷 當你在德國留學的時候,其實你有經過這個民主轉型跟轉型正義這一塊 所以你特別裡面提到民主防衛機制這個概念 你提到說,這是制定基益本法時建構的概念 請目的在迴避 像納稅這樣利用民主機制,毀掉民主制度 所以雖然有這麼多權力自由的保障 可是他們如果是用來攻擊自由民主的時候 這種權力是可以被剝奪的 我想這個概念相較其他 被提名人其實蠻有趣的 那也不是有趣的,我是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我用接下來,這是關於在台灣所謂紅色政黨的問題 就是說有個政黨拿對岸的錢 有這個疑慮 然後呢 他在這邊宣布散播 這個消滅中華民國 甚至中華民國憲法 這時候內政部葉俊榮 我想也是你在台大的同事 他說 美國研議即政黨違憲解散 那政黨違憲解散其實是在大法官的權利 所以我想請問被提名人 從民主防衛機制的角度 如果現在在德國主納粹黨 這可以接受嗎 那在台灣 如果有政黨是以消滅中華民國 消滅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 消滅中華民國憲法 為他的目的 那這樣政黨可以接受嗎 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可能也會牽涉到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像納粹 他之所以沒有辦法接受 我想這個委員您也清楚 就是說 納粹他這個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且屠殺很多猶太人 那他已經發生過了 那我就是說 類似的狀況如果在台灣呢 從你所謂民主防衛機制的角度 而且在未來 你成為大法官的時候 政黨違憲解散這個是你要負責的啊 是的 但是初步要先經過大院的決議 然後案件再上 我就說如果有這樣的政黨 拿對岸的錢 拿敵對團體 或是想要併吞你的團體 組織的經費 然後在台灣以政黨政治的名義發展組織 然後攻擊這個台灣主權存在的事實 以及民主體制 那這樣政黨可以接受嗎 我想這個問題呢 因為一方面是假設性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不是啊 你有提出你的民主防衛機制啊 你認為如果是攻擊民主自由的 這樣的一些權力跟自由 是要被剝奪的啊 是的 那這個剝奪 然後呢在這裡 當時內政部委員在研議啊 要不要把他送 這個違憲審查 對不對 你的同事當時當部長的時候 其實有這樣考量啊 那如果送去呢 如果經過大院的這個決議 通過 那認為說他這樣子的一個政黨 是這個違法應於解散 那如果這個案件送到大法官會議來 那大法官會參考 就是看實際他們的這個介入的這些狀況 那是不是已經到達 譬如說像德國所講的這個濫用 這些基本的權力的這個程度 那是不是達到應該予解散的程度 來做 如果 你講的這些假設都成立 那這樣政黨 其實從你的角度而言 是應該予解散 應該怎樣 應該予解散嗎 如果剛剛講的這些都存在 而且是屬於情節重大 那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這個憲法的層面上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我想這是政黨 另外一個關於紅色媒體 這也不是假設的問題 下一頁 先下一頁 這次最近發的遊行 主要是在談反紅色媒體滲透 就是說如果有媒體 他跟對岸有利益糾葛 那他傳播很多假訊息 那NCC也予以處罰 也要求糾正 要求附帶決議 要求做很多 那NCC其實是有撤照的這個權力 可是又擔心有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貝提名人 你對這事情是怎麼看待 基本上我是覺得說 在一個民主國家 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個言論自由 必須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的意志 所形成的言論 如果這個言論 它是受到人家的操控 特別是說受到這個金錢的這個操控 那他這樣子的這個媒體 所表達出來的一些看法 嚴格講起來是已經是偏頗了 因此我是認為這些媒體 是屬於一個公器 那他也跟公共利益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是認為 這個媒體應該也必須要能夠充分揭露 他的資金的來源 那讓大家知道說 那他是不是因為拿了誰的錢 所以說講了誰的話 那這個我是覺得說應該可以去除 但是這個基本上還不是大法官 全力範圍也去處理的 這應該是屬於行政權或者是立法權 所以可以去處理的問題 其實我主要還是從你的口頭報道裡面 關於民主防衛機制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認為說未來你們擔任大法官 你們遇到這個挑戰會非常的多 台灣遇到的威脅 而且不只是外部的 我們前面談到所謂紅色政黨的問題 所謂紅色媒體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這麼多人上街頭 其實他們感受到這個問題 所以前夜 所以時代力量其實也提出了 這個守護台灣民主的四部修法 其實他很多概念 其實跟被提名人所提的概念 其實很接近 你不要收受敵對團體的利益 然後你來在台灣發展 不論從媒體或政黨的角度 或組織的角度 再影響台灣民主自由的基礎 所以這是時代力量的一個方向 那當然未來是不能成為法律 當然也希望立法院這邊支持 來下一個 這個昨天國民黨總統候選人辯論 其實蠻多憲政層次的討論 這個韓國瑜說 我們現在的高雄市長 國民黨的這個參選人之一 中華民國是兩個地區 那請問貝提名人 從你從憲政層次的理解 是一國兩區嗎 從這個 剛剛我在回應周成委員的答詢的時候 我就提到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領域 是以現有的法律效力所及的範圍為限 因此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域 所謂的固有的領域 他應該要參考這個 這個修條文 譬如說他這裡頭對於民意代表的選出的區域 的這個界定 來界定我們的領域的反應 這個關係是區跟區的關係 那他們的前提就是 是一國 一國兩區 那這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認為台灣 一國兩區你沒辦法接受 台灣本身自己也是一個國家 那至於他的國名是叫中華民國 或者是未來有可能透過人民共同的決定 改變名稱 這個都是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 但是基本上我們的法律效力不基於對岸 對岸的法律效力也不基於我們 來貝提名我給你一個資料 這是三年前 在審查關於許中立 就是你們院長 貝提名的同意權的時候 我當時也問到說 那許中立說他認為 兩邊是國與國的關係 他對憲法的定位是這樣 許中立在有一句話講 他說就是許院長 我個人認為區域在憲法上 不是一個建制單位 他沒有任何規範意義 他只是一個政治性的宣示 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同意 所以 政治人物在講一國兩區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界定 到底中華民國 或是台灣的範圍在哪裡 這個你剛才講 固有僵域嘛 來 那 中華民國 憲法裡面講 固有之僵域 那固有僵域 內容是什麼 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固有僵域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那他就必須透過解釋 來了解 那透過解釋 必須要 透過你們的解釋啊 透過我們對於現實的狀況的了解 還有相關的法律的規定的了解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因為 他對於這個民意代表的選出的區域 其實並沒有 所以你是根據選民的範圍 來做規範嗎 就是 中華民國合格選民的範圍 跟他選舉的範圍來規範 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說 選民的範圍的界定 這個是憲法徵修條文 我們所彰顯出來的憲法上的意義 因此 在這個時候 我們憲法的解釋 也必須與時俱進 那不是固守在當時 民國36年的時候 所制定的時候 那個憲法的固有僵域 如果那個是固有僵域的話 還包括外蒙古 因此 所以從你的角度而言 並不應該涵蓋外蒙古 對不對 就是 沒有 那個是原始的意義 但是現在 現在的這個意義 在台灣的意義 就基於台銅金嘛 對 我覺得你的回答 比昨天的貝提明人好 這個昨天的貝提明人說 很大很大 那是什麼意思 難道在台灣就是很小很小嗎 所以 我覺得 這未來 對你們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 你可以發現很多總統候選人 其實在這上面做文章 區有意義嗎 區沒有意義 那 貝提明人 那大陸地區是什麼意思 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嘛 就是講那個area 那個區域這樣 OK 相較於中華民國 台灣之外的大陸地區 另外一個 其實我要轉向轉型正義 好